《狮子酵》 听了佛陀说法之后 很多人放弃了 原本对宗教生活的错误观念 在《曾一阿含经》里 佛陀曾经对比丘们说 《狮子是白兽之王》 即使海潮从他的瘦月涌出来 他都能伸展自己 他能这样做 是因为他能观察四方八面 他能屡次发出狮子酵声 他能冲出海潮 尋找他的掠夺品 即是他的食物 比丘们 无论如何 白兽听到兽王狮子的敲音 大部分都心惊害怕 战律发抖 因此 他们寻求自己的居处 水泪的动物寻落水底 森林的动物就潜入森林 尿泪 则飞向天空 另外 乡间或者城里面 或者皇宫里面 管理大将的人 这个时候 也都用粗大的皮带 锁绑住大将群 害怕大将门 撕开皮带 跳出涨槽 以及在京方之中排泄 狮子有如此强大的势力 所以称为白兽之王 比丘们 正如此说 佛陀出现于世 是一位大阿罗汉 一位觉悟者 一位得志完成的世间智者 和安忍者 无能圣者的调遇事 是人天之师 佛陀 世尊 他宣扬佛法 从认识自我的本质 到随去自我 增一阿含经里面说 比丘们 因有如此功能 佛陀才是超越世间的神和人